其實沒什麼啦 主要就是最重要的部分 就是09然後拿一個儲存格的資料帶過來 end的一個簡號 然後外面的話主要是format 把區就是84有沒有 把它格式化成3碼 再跟它前面的串 再後面呢 再一樣格式化成3碼 再跟前面串在一起 最大關鍵是這邊有一個底線 這個就是可以分兩行 把兩行串成同一行 如果說你要把這個很長的一行程式分兩行的話 記得一定要加一個underline 而且underline前面一定要是空白 再來的話 如果你們 因為我們這一般人數其實蠻多的 總共有25個 所以如果你假設你有想問一個問題 那我可能有時候沒有再跑到你們那邊去的話 那你其實也可以在線上 可以直接發問 其實這個雲端好處是可以直接問問題 不過大問同意好像都沒有登錄 所以每個都匿名 如果說你想要問問題的話 其實你就登錄Google帳號 然後呢 直接就可以在上面發問題了 那我看到我可以馬上回答你 如果說你實在是今天還是沒有想到的話 沒關係你回去看影片 YouTube下方也可以留言 反正你有遇到任何問題 你都可以留言沒有關係 反正互動的方式很多 OK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都會說明一下 那接下來的話我們就要來寫一個Function 那Function呢跟Sub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 特別注意喔 1 前面我們是按鈕一定是Sub Sub其實好處是 第一個它開頭就短 Sub很好記 但Function呢名稱這麼長 Function 第一個不一樣喔 第二個的話哪裡不一樣 Sub後面的小瓜糊 目前來看 只是裝飾用 沒有任何作用 但是Function後面的瓜糊 有沒有小瓜糊裡面 是放了三個東西 哪三個東西 就是會問你三個問題 意思就是說呢 將來齁 人家選的什麼 給三個問題 他會把這三個問題的資料呢 就分別放在這三個參數裡面 所以你必須怎麼樣 把這三個參數的東西放進來之後的話 再把它格式化 而且這個地方Function不能用輸出公式喔 只能用剛剛那個方法喔 OK齁 然後最後的話呢 這個Function這個自定函數叫手機的話 你最後的這個地方一定要把串接的結果丟給誰 丟給自己本身 再做輸出喔 所以寫法喔 對不對注意喔 大概就這樣喔 這沒幾行啦 其實就是總共三行啦 那寫的方法呢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個喔 一樣 我們切到我們的模組裡面 那首先的話呢 你可以打那個Function 其實如果你那個Function名稱記不起來還有一個方法 上面有個插入 程序 程序的話請你選擇Function 這邊也有 OK如果你怕你記不起來 把那個名稱打在這裡 那個自定函數的名稱叫手機喔 所以我就把名稱在這邊叫什麼 叫手機 有沒有OK 記得形態選擇Function 這是他嗎 插入一個程序喔 OK喔 插入一個程序 這個地方 按確定 那他會幫我做什麼呢 有沒有發現 這個底下喔 會多出一個Function 叫手機 Function 那前面的Public喔 先刪掉好了 其實用不到 OK Public是要共用啦 要不要跟其他的專案共用 目前我們先不考慮這個問題 好 那就是這樣子 接下來的話呢 他的Function運作的方法跟Sub不一樣 Sub是 就什麼 完全不會互動的 反正就是有點像 做完就OK了 也不跟你講就做完了 但是Function喔 他是跟你互動 他會先問你問題 問幾個問題 跟你要幾個資料 三個資料 哪三個資料 一二三對不對 所以喔 你必須把這三個問題 的欄位名稱 先Ctrl-C 二的話呢 請你把它放在 這個瓜糊 小瓜糊裡面 然後並且中間加豆點 有沒有 第一個問題 請你提供給我 電信業者的 這個名稱 有沒有 第一個電信業者的 那個啦 應該是號碼 第二個 請你給我 門號的區碼 跟門號的末碼 三個 所以跟他問三個問題 好 然後跳出來 跳出來的話呢 你會發現前面就是這個三個名稱 所以喔 如果這個時候啊 我現在程式還沒寫完 對不對 我如果直接執行的話 你會發現 會多一個什麼 使用的定義 還有手機 跳出來會有一二三 不過你會發現 如果現在給他資料的話 他會怎麼樣 沒有動 等於零 為什麼 因為程式還沒寫完 那接下來該怎麼寫 所以喔 以後如果你想說 老師那前面這個名稱 我會改別的嗎 當然可以啊 可不可以改英文 可以啊 你高興改什麼改什麼 OK 這個地方可以你制定的 所以 一二三 接下來的話呢 那我們要做什麼 就是把他給我們這三個東西 幫他 串接成他要的結果 並且丟回來 給這個手機本身 所以第二步喔 請你把手機這個名稱 放在最前面 等於 意思是喔 把串接的結果 丟給自己本身 那自己本身接到之後的話 再把最後的結果 丟到那個儲存格裡面去 OK 所以特別注意喔 這個手機本身呢 他也會幫你儲存資料 啊 這裡面到底要放哪 放什麼呢 第一個嘛 幫他把09串起來 然後AND什麼呢 AND後面呢 要放什麼 電信業者 所以要把電信業者 這個資料有沒有 把它複製到這裡 有沒有 09電信業者 然後再AND 一個減的符號對不對 然後再AND 什麼呢 門號區 不過一樣嘛 這個地方呢 只能夠用那個什麼 VBA的函數 要format 然後把門號區 把它給什麼 複製到這邊來 然後逗點 000 有沒有 這樣應該看懂 然後區碼有了末碼嘛 所以要一樣嘛 把這個再複製過來 這邊喔 乾脆就直接改個末串 OK 好 這樣子的話呢 我們程式 就 大功告成啦 所以喔 制定函數就這樣子 應該不難吧 只是說那個 你可能要學習的就是說 如何建一個方選的整個流程 還有他的結構 一定要是正確的 不然他run不出來 好 那我們寫完囉 確定說 呃 程式也沒寫錯 09 M的電信業者 如果他給我是11的話 那就把11串在這邊 然後後面的話 就84 就串一個084 然後再一個7 就007 然後串完之後 再丟給這個手機 這個函數本身 那手機這個函數 因為我們將來 游標 是放在這裡 所以他會把這個的結果 再丟到這個儲存格裡面 就完成了 好 給他最後試一下 應該沒有很複雜吧 看要記也應該不難記啊 所以當然你就把它記熟 以後就類似同樣的方法 就可以寫出你自己的制定函數了 OK 來試一下 有沒有看到 這邊插入 那你會發現 你就會出現使用者定義 這個使用者定義 是你的模組裡面 一定要一個以上的方法 才會有使用的定義 所以呢 如果你等一下看到 像之前有東西說 老師我明明寫了 為什麼沒有使用者定義 我一看 我要的是方選 你怎麼寫SUB 它叫SUB 手機 差太多了吧 後面都對 只有那個開頭不叫方選 不叫方選 差十萬八千里好不好 OK 所以這個概念有了 好 我們就會看到 裡面就會有一個方選名稱 跳出來 手機 以後你可以寫很多個 反正寫一堆都沒有關係 OK 你就會有一堆的方選 就變得有點像你的工作量身定做 以後你就插入 然後就 旋旋旋旋 就有了 所以以後老闆要跟你要什麼 好 就有了 馬上就有了 對不對 那感覺其實還蠻愉快的吧 所以有時候像我自己就很喜歡寫 因為我自己全部都寫OK了 那隨時要什麼就有什麼吧 當然也不能讓老闆知道你什麼都有 沒關係 你也不能讓他覺得你實在太快了 他有時候還不相信 你跟他講他還 什麼 好 我知道意思的 慢慢來 可以再去做別的事情 所以我有一段時間 寫很多部落格文章就這樣來 因為每天不知道做什麼 就把我的那個就是 會的東西我就把它記錄下來 然後拍成影片 所以有些時候我就把影片拍下來 OK 在不影響工作的前提下 就可以做很多的事情 OK 主要那個東西有時候不是說 純粹分享 也是自己記錄下來 因為你自己也會忘記 你自己忘記的話 你就也做不出來 所以也是自己 雖然是什麼 利己利人 OK 也是好事 不然像我上課有把它錄下來 我自己 之後回頭也可以自己看 我也可以喚醒我一些記憶 像有一些課程很久沒上了 像最近要上什麼 教我手機APP開發 好久沒上了 怎麼辦 把以前的影片叫出來 看一看 我就通通都知道了 以前的雲端也都有了 所以把雲端調過來 上課也就可以開始上 很輕鬆 有沒有 馬上就可以恢復 大概95%的這個記憶力了 不然的話有些東西 你要從頭自己想 哇它真的太困難 所以有的時候 千萬不要相信你的記憶力 尤其人到某個年紀的時候 這大家都忘了差不多了 盡量還是把它記在 像我的習慣記在雲端上面 OK 那這邊的話呢 就點選有沒有 手機 然後就一個蘿蔔一個坑 兩個坑 三個坑 有沒有發現 我把這三個東西給它之後的話 一二三位過來吧 它就存在那個名稱上面 然後這個東西就是它最後得到的結果 就是這個手機裡面放的 然後因為游標放在這裡 所以它會把這個東西呢 再幫你丟到這邊來 就完成有點像一個循環吧 資料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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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經過處理 得到的東西放這裡 就是方選 OK 然後按確定 有了 點兩下 沒問題 OK 那請各位試試看吧 這個是自定函數的流程 那完成的結果呢 雲端其實又一個一模一樣的 在第15頁的地方 好來畫面先還給各位 可以的話 盡量還是自己可以把整個流程 轉播一遍 OK 那以後的話有機會 你工作上面有類似的案例 我是建議啦 你有空就 就寫一下吧 寫一下 你 等於是說你這個東西 經常複習 經常複習 那很快你應該也就不用特別去背它了 這東西其實就很生活的 很直覺的 如果你工作上面呢 就會經常使用到Excel 那何不就把這個東西弄熟 然後呢 可以把你工作裡面 Excel裡面沒有提供的函數 也把它自己定義出來 那其實是非常方便的一件事情 OK 那請各位試試看